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将会有一些国家的8月份制造业PMI指数发布 首先在上午7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瑞士该指数 15分钟之后是意大利的 在7点50分将要发布的是法国该指数 7点55分德国该指数发布 而整个欧元区该指数将在上午8点钟发布 几则关于英国的经济新闻将在上午8点30分发布 其中之一是7月份英国净个人贷款 6月份贷款低于预期水平 涨幅为25个亿 在同一时间发布的还有8月份英国制造业PMI指数 备受澳元交易者们关注的新闻将在午夜过后发布 凌晨1点30分将有两则关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新闻发布 包括7月份建筑认可 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 住宅批准6月份下降5% 在5月份10%的上涨之后 第二季度澳大利亚经常账户也将在1点30分发布 财政赤字在今年第一季度收窄 大幅下跌 最后在凌晨4点钟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政策声明 8月份澳洲联储维持现金利率为2.5个百分点不变 这就是9月1日的经济日历 明天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